今天天氣特別冷 氣溫大概4外13度左右 聽說禮拜六更冷 大家一定要多穿衣物保暖一下 但是這麼冷的天氣裡面 晚上最想吃的是什麼 嘿 就是想要喝個樂湯 我們把冰箱裡面打開看一看 好巧不巧 我們有個非常好的忘年之交啊 他送了我們兩塊他自己手工做的藕櫃跟菜桃櫃 也就是芋頭糕跟蘿蔔糕 我們今天晚上就要拿這兩個來做一個客家風味的 蘿蔔糕加芋頭糕湯 我想很多人都吃過這道菜 但是我們有我們的做法分享給大家 在這個開始之前我想聊一下 蘿蔔糕到底什麼時候會吃啊 其實現在平常都會吃有蘿蔔的時候就會做蘿蔔糕對不對 但是最常吃到印象最深的就是逢年過節 基本上還不見得過節 過年的時候 拜拜一定會拜蘿蔔糕發糕跟年糕 所以很多現在的小朋友講到年糕 嘿 他不見得會想到甜的那個喔 他想到的是蘿蔔糕 甚至在廣東朝鮮一帶他們過年的時候也吃這個 有的人就把它稱之為年糕 那蘿蔔糕到底是不是台灣特有的特產呢 其實不是 他在廣東朝鮮一帶 福建福州一帶 甚至密南台灣 都很多人在吃這個蘿蔔糕和芋頭糕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盛產蘿蔔跟芋頭嘛 芋頭我們知道是外來種原產地在那個印度 或者是馬來西亞 而蘿蔔原產地就在咱們中國西南一帶了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歷史非常的悠久 不過講到這裡 咱們來講幾個歷史小故事吧 第一個我們來講講年糕 年糕 其實年糕啊 這個歷史已經非常悠久了 我們講到春秋戰國時期有一個吳國 他的根據地就在江蘇一帶 有一個大王叫做吳王和驢 有沒有 那時候他大仗所向披靡 結果他就在他的老巢 蘇州城蓋了一個城 牆啊非常厚非常高 蓋城之後吳王和驢非常開心 大宴百官 連吃大吃大喝三天 連日夜都在吃都不休息的 這個時候有一個人非常擔心的 就非常著名的宰相叫做吳子虛 他就看了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我們城牆蓋好了不能有這種 輕敵的心態啊 他就跟他的隨從說這個城牆蓋好了 敵人沒辦法進來 但咱們也出不去啊 如果有一天真的大軍把咱們包圍起來了 那城中不就斷糧了嗎 那隨從就說那怎麼辦那怎麼辦 他就跟他說 我跟你講的是絕對不要說出去 第一個萬一有一天我不在了 城中無糧之時 你就帶著百姓去絕城牆 城牆腳下絕三尺到城牆腳下取良草 講完隨從就記住了 這件事情就過去了 吳王和驢有一天暫死之後 他的兒子叫做吳王夫差 夫差上任之後就猜忌這個吳子虛就刺他自吻嘛 就吳子虛早就知道他就自殺了 大家知道吳王夫差後來被誰給殺了嗎 吳王勾劍對不對 那個臥心藏膽啊 就把吳王 在最後的時候就把那個城給圍了 哎呀那城中百姓可慘了 沒東西可以吃啊 又隆隆之機那怎麼辦呢 結果那個隨從就想到了 吳子虛在死之前跟他說 到城牆之下去絕 他也說有帶著百姓去城牆下絕絕 挖挖挖挖挖 這個時候他才發現 那個時候城牆用的磚是怎麼做的 是糯米做的 哎呀那百姓那時候太心了 那個東西就有的吃了 因為埋在地下 又有一點潮濕嘛 直接起來煮了就可以吃了 後來吳國的百姓啊 為了紀念這個解了糧荒啊 的吳子虛 從此就是每年只要有糯米 過年的時候就把它做成方塊狀 就跟城牆一樣 來祭拜誰 吳子虛 這個就從那個時候一直流傳到現在 就是年糕的由來 所以年糕以前做的是方的 那台灣早期年糕吃不吃 其實我去查了一些史料 台灣早期不吃年糕的 不是不吃年糕 是不吃蘿蔔糕哦 老婆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不曉得 因為白米比較貴 蘿蔔比較便宜 所以過年的時候要吃貴的東西 有錢人要彰顯身份 窮人是連年都沒法過了 有錢人過年的時候彰顯身份 他做的是白桂 就是純白米做的糕啊 再加上糯米做的年糕 這兩個才會過年的時候搬上來吃 如果加了蘿蔔 人家就會懷疑你 這家是不是經濟狀況出了問題 怎麼沒有用純白米還加蘿蔔呢 所以早期啊 台灣過年的時候 基本上有錢人家是不會吃蘿蔔糕的 是這幾年從廣東一帶 才把這個習俗習慣又帶回來 所以才開始大量吃蘿蔔糕 很有趣吧 這個時間點講這個故事 我覺得還是特別棒的 不過今天我們要做的就是 蘿蔔糕加芋頭糕 做的蘿蔔糕芋頭糕湯 老婆那時間就交給你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玉如姐 其實我們今天要煮的這個湯 食材呢大家先看一下 這個是乾香菇 已經泡軟了切片的 切片以後有擠乾水分 還有這個是蝦乾 我的這個蝦乾比較大 那你要不要改到都可以 那我是打算就直接這樣子 吃起來比較有口感 喜歡吃蝦子的人還可以把它拿來吃 那接著的話就是豬肉 你也可以用五花肉 那我今天用的是豬絞肉 就是讓它的湯裡面帶一點點肉味 再來就是這個銅蒿蔔糕 還有這個 這個是那個蒜苗 那我所有要切的現在就只有蒜苗而已 我先把其他的都不用切 蒜苗我們就大概像這樣子把它切大段 其實我們今天煮的這個蘿蔔糕湯 同樣的方法 像那個22號不是冬至嗎 對 冬至是不是要吃湯圓 對 如果你今天要吃的是鹹湯圓 大的鹹湯圓 鹹湯圓它的湯頭 就是用這個 超香耶 你用小湯圓就是紅白湯圓那一種 它的湯頭 你知道吃鹹的也是一樣 同樣的方法 就是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應該算是客家 但是我覺得美男人也吃很多 它就是一個很經典的湯頭 就是這樣 好 那我接著要切的就是這個 這個是芋頭糕 芋頭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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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的話是菜桃糕 你說為什麼要拜拜拜蘿蔔糕 就是因為它的台語叫菜桃 對 好菜桃 就好彩頭 而且 蘿蔔糕也有步步高深之意 對 你看 因為我們要用煮的對不對 我們就不要切太大 你切太大它阻染它會散掉 但我們如果是在像平常像蘿蔔糕 我們會切這樣長方形 對嘛 那如果煮湯的話 你就把它切像這樣子的大小 我在東南亞 什麼馬來西亞 現在我吃過最好吃的也是這種粿 切成方塊用炒的 哇 超好吃 對 他們叫粿餃粿 對 對 炒雞蛋炒黑醬油 對 還有豆芽菜 對 超好吃 對 這個 你如果是要做這一種把它煮成湯的 如果你做的是像港式蘿蔔糕 港式蘿蔔糕很軟 對 很鬆軟就不適合來煮湯 你再煮湯 它就變麵糊 它就整個糊在你的湯裡面 所以 這個好朋友送我們的 它的質地比較硬 它用料非常實在 非常實在 煮這個湯最棒 那自己磨的米啊 對 那你如果嫌麻煩 其實你就是買再來米粉來做 那其實我的影片裡頭也有教蘿蔔糕怎麼做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就先煮這些 而且我們做的蘿蔔糕超好吃 我做的蘿蔔糕比較偏軟一點點 那這個大姐做的它是比較硬一些些 那剛好拿來煮湯 剛剛好 好吧 那我現在切好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準備去煮了 夠 鍋燒熱 我這邊加的這個是雞油 雞油豬油都不錯 特香 這個叫香 對 因為這種爆香類的 我們就是要讓它香氣盡量補一點 這個會有水 所以它會噴 這個我們就把香菇先煸炒一下 對 那個香味調會出來 這個步驟不可以少 絕對不能少 不然香菇的香 就沒有辦法完全的發揮出來 沒有發現這一類料理 其實我們到時候做 鹹湯圓的時候 就是 22號冬至 如果你在做大的那個客家鹹湯圓的時候 其實裡面的料 也是這些 超好吃 包在裡面的料就是這些 只是你的香菇要把它切丁 然後這個蝦乾把它擺成丁 然後絞肉 對 還有一個祕密武器 我現在先在這邊跟大家講 好 蘿蔔乾 的丁 加在裡頭 超級好吃 而且還有口感 對 大湯圓 好你看現在這樣子已經炒到那個 有點微黃了 香氣已經出來了 香氣出來了 現在我們才下這個 蝦乾 下去煸一下 蝦乾煸了之後 它的味道也會釋放出來 所以多一個海味 其實大家不要怕麻煩 每樣食材真的要分開 一樣一樣煸 煸到它各自的香氣都出來 所以為什麼有些同樣的食材 有些人做起來好吃 有些人做起來就不好吃 對 就是時間啦 對 你要把每樣食材都煸好 對 這樣炒香了 蝦乾也變香了 嗯 不過我們最近好像 就沒有再帶點豬油了 好像有點失足 好 這個是這個 肉末 肉末 大概要炒那個 煸過的肉絲 或者是五花肉都可以 對 因為我們剛好 昨天做那個 松瓜香肉 還有一些肉末 對 直接用 真的把它炒 把它炒熟 對 好 可以 裡面整個聞到好香喔 就是這些辛香料香味 那我現在先調味喔 對 現在沒調味 就是香菇跟蝦米的香味 先把這個水把它關小 我先加熱水進來 先把火關小 先把火關小 對 這個是我們的湯 我這個是熱水 加熱水比較快 喔喔 都會 那一會兒就可以吃了 對 好 現在開大火 然後現在在煮的時候 我們就順便來調味道了 味道的話 就很簡單 醬油 加油最主要也是提一點顏色 還有一點點的豆香 看起來更好吃 然後這個是胡椒粉 胡椒粉在客家藥裡頭 你看我加很多 這個是必備的 一定要 你是要加這麼多 我以為你失手 沒有啦 本來就是要加那麼多 不然不好吃 對這個是鹽 我先加這些 好 我們最後的時候再試一下味道 而且這麼冷的時候 加一點胡椒啊 也好 身體發熱 對 然後一點點的味精 這個就是基本的調味了 然後我現在先把這個鍋底 我們剛才在炒是不是有一點點 稍微黏在旁邊的一些固質 一定要把它刮下來 特香 那些東西就是它的香氣的來源 它會帶有一點鍋氣 對 好 接著呢 現在把這個土桂啊 全部給它夾進來 嗯 其實蘿蔔糕跟這個芋頭糕 它的做法其實是一樣 只是一個是用芋頭 一個是用蘿蔔 那我順便講一下哈 就是很多人他為什麼在做蘿蔔糕 他就說為什麼他蘿蔔糕做不起來 容易失敗 其實蘿蔔糕你要做的成功 不是在你有沒有用自己磨的米 不是哦 你用再來米粉用自己磨的米 其實都可以 但常常很多人他留言給我說 為什麼他做不起來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你沒有加修飾澱粉 譬如說我們用再來米粉的時候 它在米粉它就是米嘛 它根本沒有黏性 你要加一點修飾澱粉 譬如說你加一點太白粉 或是玉米粉 但是就是少量 就有點類似我們勾芡的感覺 把這些粉跟水結合在一起 這樣子的話你的蘿蔔糕才做得成 是澱粉還是修飾澱粉 就是像太白粉 對啊那是加澱粉 不是修飾澱粉 修飾澱粉叫Modify Start 不一樣 就是加一點澱粉來調整它的物理特性 對就是讓它可以黏結在一起 那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有些的人他做的時候沒有糊化 就是你要用熱水去沖那個粉漿 讓它糊化整個變成已經是整個勾勾的 你才能拿去蒸 有些人他的溫度不夠 他蒸起來他整個是溪的 就是你熱水沖下去 它沒有糊化是溪的 然後你就把它裝模 拿去蒸籠裡頭蒸 你怎麼蒸它都是溪的 不會成形了 對 那我們這個先給它煮一下 好咧 哇煮滾了 煮滾了 我剛才有試了一下味道 湯啊你試一下味道 像我剛才試就是不夠鹹 我又補了一點點鹽巴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靈魂 哇紅蔥頭 紅蔥醬 蔥就是對 蔥油啊 對 你可以自己炸 就是買紅蔥頭回來 再去前面的時候用油去把它煸炸 對 或者是你有空的話就自己做 做一罐 好嗎 然後最快的話就用買的啦 對 都可以 紅蔥頭是 紅蔥頭是所有台式 什麼青蘭米啊什麼的 靈魂 必備的 對 一層油油的 好 加了就香了 對 這個是蒜苗 這蒜苗一定要加喔 而且要加多 蒜苗最好吃 對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 銅蒜苗 你看我們去吃大湯圓那些也是 對 這個都是一定要的 對 銅蒼不要一次全下了 嗯 等一下會覺得你是不是透吃了 怎麼沒有 一下就 煮軟了就不見了 對 好 這個我們把它煮滾 好 這樣子我們就 基本上就已經 差不多了 就已經等它滾就好 好累 滾了 滾了 看一下 看一下 哇 真漂亮 對啊 這樣看就覺得很好吃了 煮起來完整完整 而且邊邊已經有一點 湯汁滲進去了 對 好 那我們這樣就熄火 熄過 很漂亮嗎 大家聞不到 如果聞到啊 你就知道它有多香 你看冬天的夜晚 還沒吃 就覺得身子已經暖起來了 至少心是暖的 婆婆媽媽最厲害的 就是把手邊現有的食材 三兩下就能調理出 一道非常好吃的菜 這是我最敬佩 所有婆婆媽媽的地方 嗯 因為拜拜完那個 菜桃櫃都變硬邦邦的 嗯 拿來煮剛剛好 那想想看 老公 或者是家人 或者是小孩子 下了課回家 如果有一碗這個 蘿蔔高湯 他會多開心 嗯 這會成為他一輩子的回憶 湯好香 好鮮喔 蔥油的香味 香菇的香味 然後還有蝦米的香味 都混合在裡面 隱隱約約還有一點米的味道 可能是這再來米粉的味道 給做出來了 對 趕快嚐一口 外面洗飽了湯汁 中間還飽有口感 好吃耶 嗯 再來吃一口芋頭糕 芋頭糕的口感 明顯比蘿蔔糕要再紮實一點 因為芋頭的水分 原本就比較少嘛 嗯 可是他芋頭糕 我那天直接用乾煎也很好吃 很香 對 他芋頭用的多 嗯 很好吃 其中還有一個 蒜苗 最好吃 我覺得差一點點 如果我們今天一開始是炸豬油的話 那個豬油泡啊 加進去 哇 那就不得了 就100分 就差那一點點豬油渣 這個 那個蘿蔔糕湯啊 跟芋頭糕 煮在一起 看真的非常好吃 如果辛苦了一天回到家 一碗湯端上來 真的暖了心 也暖了胃 直到這裡 我有兩個小小的感想 第一個 婆婆媽媽實在太厲害了 學會這一道菜 我相信你的小孩子 會記住你一輩子 他就會記得這一個高光時刻 第二件事情 要特別謝謝我們這一位望遠之交 他做的真的好好吃 他還特地從家裡面 下雨天開了車送到我們家來 真的特別謝謝他 超好吃 舞弊 還有一個 大家看看 蘿蔔糕跟芋頭糕混在湯裡面 這麼棒 如果台灣的主局 也能夠像這個樣子一樣 融合在一起 我相信 那會是一個 多麼美麗的風景啊 好嘞 各位好朋友 咱們不多說 我要去喝湯了 張心漫談 咱們明天見 掰掰 也應該跟我們拍攝